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授一下 我们做凉拌蚂齿菜的方法 一般人呢做蚂齿菜的时候 凉拌的时候都是把蚂齿菜这样子 用开水烫一烫 然后拿出来调 我们呢是又怕这个蚂齿菜 这个营养丢失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 做法稍微有一点区别 对我们的种植是不希望 就是丢失这里边的营养成分 对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做 那这样 首先呢因为这个比较论 这个蚂齿菜比较论 那么比较论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需要切得很细 我们只需要切得大概 大概有这么 细的好吃 OK 大概有半英寸左右 OK就这样可以 就这样 半英寸左右这样的话就 就这样切 切好了以后 OK 我们切好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 直接呢就是在锅里边 就是干锅 就是这样 抹一下 就是用锅这样炒一下就OK 等一下 其实有的人是 你烫一烫半吃 有的人呢你也可以这样 比如说用蒸笼放一点面 然后在蒸笼上蒸一整 蒸完以后再拿出来调 那也挺好吃的 那么我们就放一点 我们先放一点油 这个时候呢 放点油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到锅里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这个里边的这个都不会油丢丝 放到锅里 放到锅蒸笼上蒸一蒸也挺好 对 放一点面 这样蒸一蒸 对 好就这样的话我们就等这个锅 哎呀你看多漂亮 绿绿的翠绿翠绿的 然后炒的时候 嗯 不要说是锅很热很热很热 然后满烫 吃那个什么火候 这个东西不需要那样 那样也是健康 大概炒的相对的东西 看这个地方你要弄一弄 这边一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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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多绿绿绿 而且它这个绿了以后好像都不变颜色一样做炒出来 可以了关上火就可以了 关上火然后余热就行了 然后等着它凉了以后 就像拌凉菜一样拌起来 用大蒜煸起来 然后呢 放上这个芝麻酱 你看现在它都黏黏的 你看这里边的黏黏的 这个营养我觉得都在这个黏的东西里面 所以说很不舍得烫 又一烫的话 这些黏的东西都被烫走了 所以说我们就采用这种办法 你要是不想炒 你也可以放到蒸笼上蒸一蒸 蒸了以后调起来是也挺好吃的 对 好 我们就等它凉了以后就可以了 盛盘然后调起 现在我们的马齿菜已经凉了 凉了以后 然后我们弄酱 这个酱呢主要是 这个酱主要是 蒜 蒜 然后还有芝麻酱 然后还有芝麻酱 还有芝麻酱 还有放点olive oil 然后我们把它倒里面 你用一点抹茶菜放到那里面 插一插那个碗 然后我们再用块 一条 调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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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我们这个 非常漂亮好吃的 马齿菜 这样呢这个马齿菜就做好了 吃起来还挺好吃 来 这些是去年晒干的马齿菜 就是我们平时有时候做扣肉的时候 就拿出来泡一泡 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视频 就是蚂齿菜扣肉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蚂齿菜呢 干的蚂齿菜呢 当然在用之前就要先用水这样泡一泡 然后它软化一下 其实上就稍微软化一下就行 因为你要放到那扣肉里边煮的时候 也take time了 有那个几十分钟它也都煮好了 这个蚂齿菜呢 它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呢也在你的后院里 繁殖一点这个蚂齿菜 然后呢 让这种天然的抗生素 就是在你的后院 生根发芽 永远吃不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蚂齿菜 你看好像这么少一点 它就要一大堆蚂齿菜才能晒到这个样子 对没错 没错 所以说呢 这是浓缩的 一点蚂齿菜 对 干的蚂齿菜一点 其实它就是有很多蚂齿菜上 就是那个干的蚂齿菜一点的话 就是有很多蚂齿菜晒干的 是是浓缩的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